誰去難關心海基會前董事長 鄭文燦涉嫌貪污收賄案件 桃園地檢署今天二度挑戰 深壓鄭文燦 法院人裁定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檢方認定裁定認識用法不當 當庭提出抗告 畫面上可以看到在晚間七點三十二分 已經把抗告書遞遭給桃園地院 桃園地院表示院方接到檢方抗告書 以及券證後立即以最速箭展開作業 晚間八點多完成程序後 已派專人把抗告書 以及券證送到高等法院